联邦直辖区部长 纳杜斯里沙西旦证实 昨天的内阁会议确实是 谈论了有关解散国会和大选的事宜 同样来自巫统的乡村发展部长 纳杜斯里马哈基尔也表明确有此事 不过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谈论 如何防范即将来袭的水灾课题 而首相也会听取气象局的建议 采取必要措施 那此话一出就被外界诠释为 雨季期间不会有大选 马哈基尔昨天出席辅导百万企业家 俱乐部开幕活动之后表示 那个意识到水灾来临的情况 因此会接纳气象局的劝告 针对社交媒体流传 今年10月 11月或12月 将会爆发水灾的消息 他不置可否 只是促请民众交由确切单位 公告准确资讯 至于大选日期 这名巫统副主席同样是三间七口 只是表明只有首相才能公布大选日期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——YK